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铁鼠人工受孕 医工研究 所生出的蛋将接受X光分析 基于SCP-6204A个体的体型和危险度 可将其安置在孵化间允许其正常复出 亦或是安置在低温保存下 所有现存的SCP-6204A个体将被受容于10-15号机库 依照各自饮食需求予以为时 参见普森文件6204B获取详情 SCP-6204A38当前受容于受容间A32 以在此天制书架 电视机 可访问SCIPnet的电脑 以及是于非人类生理的特质家具 SCP-6204A38可在闲暇时离开启受容间 并应由不少于两名安保人员全天陪同 描述 SCP-6204是一只成年雌性黄帝企鹅 1997年从伦敦动物园发现 在自然或员工受孕后 SCP-6204会产出一枚对应某种已灭绝陆生动物的卵 范围从与人类同时代存在的物种 到二叠季后已经绝集的物种不等 这些卵一般会正常产出并孵化 但有部分个体可能过于巨大 SCP-6204无法将其自然产下 需要通过手术来取出 孵化出的个体编为SCP-6204A的行为方式 符合现行古生物学的认识理解 尽管地球大气及气候 在地球时间尺度上已有重大变化 SCP-6204A个体 就会表现出受到严重负面影响 类似的 所有SCP-6204A个体 对大部分形式的动植物都有能力消化 对大部分现代疾病也表现出反常抵抗力 下面是已经记录的SCP-6204A个体的掠缩表 普通肚肚鸟 第四季晚期 孔冠鸟 第三季早期 霸王龙 白鳄季晚期 在孵化前就已安置于低温保存中 SARS-4当前没有办法安置和供养一头成年霸王龙 无翼首龙 诸恶季晚期 正在申请将该物种与SCP-346杂交 以研究翼龙繁殖 当前正在计划主管审批 雷噬灵溪 实探季晚期 附录 2011年1月26日 SCP-6204产出一枚长13.5公分 重650克的卵 S光分析发现此刻体中包含瘦角木配胎 与任何已知物种无法对应 游戏值得注意的是 其颅骨反常巨大 在6个月的孵化期后 该个体成功孵化 阐述后代 初步编为SCP-6204A38 表现出了智力和自我意识 超出了幼年期的预计水准 经项目主管Mark Bowlen批准后 该实体被交由高级研究员Walter 及Madeleine McGatt监管 努力使他熟悉语言 思考及数学后的结果 超出最初预期 SCP-6204A38 为其其名为Sinclair 虽然无法模仿人类的语言模式 但对英语、西班牙语、中文 都表现出流利掌握 且能通过基金会语言学家 设计的专门手语展开交流 因其精通化学、地理学和古生物学 Sinclair已被赋予一级SCNH地位 当前为基金会古生物学部 担任初级顾问 SCP-6204此后再未产出属于该物种 暂且编为质龙鼠的个体 目前尚未发现质龙鼠的生物遗骸 然而基金会已在澳洲、南美洲及南极洲 发现过多具类似实体的化石遗骸 历史可追溯至2.05亿年前 这些个体的体型要大于质龙鼠 但脑容量更小 表明其可能是一种或多种仙族物种 2018年基金会确认在地球地壳内 有非自然产生的聚合物存在 可追溯到距今2.013亿年前 在月面及星际空间中 已发现多件同时其文物 据此可确认在三叠纪晚期 曾有一技术先进文明存在 推测其对应于质龙鼠 需注意 该文明的崩溃似乎与三叠纪 诸如鸡大灭绝事件是同时发生 其原因目前仍有争议 正在展开进一步调查 以上是SCP-6204 简单来说 SCP-6204是一只雌性的皇帝企鹅 当树精产卵时 会产下一颗已绝种生物的蛋 而在一次实验中 蛋中付出了一只具有高等智慧的恐龙 在经过教育后为其境会工作 从获得的文物中 能推测这种生物 在过去发展出了高等文明 并且有离开地球的能力 这个文明在恐灭绝时消失 不确定消失的原因 这期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期影片 记得帮助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让不喜欢吧 希望我追踪SCP-6204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